好 我們非常謝謝啟雲的發表 我記得三年前 他非常深色的在我面前說 我要念博士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要準備接班 因為我不懂說要再學 我很高興三年之後 他順利完成接班 順利的把父親的事業接下來 營業了從五億到十億 這個步伐我覺得跨得算 非常穩健的發展 現在內部員工同心 而且在整個世界的拓展的過程中 非常順利 而且又結合 他還有很多沒有報告 就結合整個環保 靜音 他做了很多事情 那我在旁邊觀察 我也很高興歐洲大學 能夠提供這樣的平台給他 那他又能夠結合 我們剛才講的楊欣明 就是我們的碩士班同學 他們是一起合作的 把這公司機重塑他的品牌 產生新的生命力 我們再給他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發表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請蘇董事長 來分享他 如果把傳統的祭拜活動 轉變成 馬上樣子出來了 直接轉化成現代嘉年華活動 謝謝 來掌聲鼓勵 各位午安 下午好 下午好 我是 我昨天教授 校長問完了喔 我50年以後要做什麼 我是跟他說創造就位機會 可是我跟各位 我創造就位跟各位有一點不一樣 各位其實才是創造就位 來讀書你看歐大會增加多少的 回去讀完了一看 各位應該收益良多吧 對 回去我相信你們會增加更多的創業機會 我個人先介紹我自己 我1977年就出來做事了 所以我比較講究實戰 我在1977年就做就投資很多公司 各位可以聽到的什麼機電電子裝潢 電路玩具我也做過設計 我大概都會參與一點一點 因為我認為 我其實最主要的站在山零電機上班 我要累積那個如果做一個大公司的經驗 所以我在那邊待了22年 我也讓那個公司業績衝到頂尖 大概第一名 因為台灣有一點不太一樣就是說 我們必須跟全世界競爭 因為市場只有2000萬 所以那隊同學很幸福 你們一出來就13億人口的市場在等你們 多幸福 我想這幾天應該你們讀了很多 那我再來講就是說 後來我會15年後 就是我在山零待了22年後 我就跳到生計 主要是我姐屋 她算是生計是台灣第一個帶進來 30年前就帶進來 15年前我跟她合夥 我相信 因為我那時候相信生計業 是會成為未來一個明星產業 我跟你講這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吧 十幾年後 那我們也慶幸在前兩年賣了一個2億美金 給一個先進的日本藥商 讓我們奠定了一個很好的技術 這是標靶藥 我另外一個藥是在做那個 尖端代溝幹細胞的藥 目前我們大概也是領先全世界 它主要是增加免疫的能力 這是我們公司 因為我們要生存的條件 就是都要比人家強 這是我們做的 但我相對把公司這種經驗 或過去的經驗 copy到我們的社團活動 我剛剛講了說 創造就業機會 另外一個就是社團 廟的方面 老祖同有講過 水和廟最好賺錢是不是 我過去如果說30年前跟各位講 這一罐要賣20塊 大家一定知道神經病 這個水怎麼可以賣20塊 現在呢 各位看水病可樂嘛 茶很多飲料 通通出來了 因為創新創變 老祖同講的沒錯 但是廟沒想到 因為人口遷移 鄉村遷處來都市的遷移 廟事實上在沒落 所以我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想把我們的創意 放在廟裡面 做更多的創意到這裡面 因為我比較講實戰 因為企業界已經衝很多了 成功的案例已經很多了 這個我就想試試看 能不能把這套文化帶到這裡面 那我現在要開始講解 當然我們剛開始 為什麼叫北一鳴 因為藍馬祖北一鳴是我喊的口號 北一鳴是等一下會講故事 就是發揚中一群保家衛國的真正意識 然後不分種族的一個台灣節 因為這一群都是 來繼續 繼續講故事好了 先把故事講一次 其實就是以前台灣在乾隆時代 有一群零爽文事件 就是一些盜賊判斷 殺了很多的農民 那一群的藝民 這是其中一個戰役 打仗死了以後 那當然後面這些被 後來清軍當然殺了這個 林斯坊文殺症 那清朝就以包宗的免額 獎賞給克強 這個其實戰役死了很多人 來繼續 其實克強的戰役 會埋在兩個主要的地方 一個是苗栗藝民廟 一個是新竹圈的竹東 新埔的藝民廟 我會主要講這個 我們其實最多廟的 其實不一種種族 我們那時候其實克家人 原住民還有外省人 其實都有參加 我們講的各種族都有參加 但是應該講起來 克家人很重視這個藝民 他們認為這一群藝民寶箱衛名 所以特別會在這裡 尤其是苗栗 很重視這個活動 那全省的話有這麼多的 總共26個 那我第一個是先統合這個 那我含出藍馬族北映民的願意 是在佐水溪這裡來講 我希望馬族往下走 我往上走 先把它區隔出來 我們這個一定要做出 這是歐大學的 定位要清楚 我們先站頂上位 後面你就繼續 然後我們跟他學習 這個是我們歐大 再來同學要一起做的一個目標 來 下一個 而且 苗栗藝民廟 目前一個苗栗藝民廟 我們可以說比較陌落 如果 我有很多朋友住在 苗栗藝民廟附近 四五十年不知道苗栗藝民廟 你看看陌落的程度 所以相對的香火錢也少了 廟靠香火錢啊 這個都少了 所以我一開始的定點 就先以苗栗藝民廟為主 來供這個廟為主 那其實我重要的 第一個一定要讓記者知道 我們的要想要做的些什麼事情 或者吸引記者 我用第一個安隆褻瀆 等一下我會講安隆褻瀆 這個安隆褻瀆的儀式 大概要做一天十個小時 它是一個很慎重的儀式 只有在破土或是完工人所 其他一般通通不能做 那都叫一般的記點 那我用這個記點來吸引那個記者 因為你要記者來就是要吸引 那我們當然儀式這邊很多 都是自己想去找騎馬泡 號角響起或鎮頭表演 這個都是你記者來要吸引那種拍攝 對不對 那要有鏡頭 他就喜歡這種東西 那要有故事 故事就是安隆褻瀆 那我們當然 我們過去常辦的是台北銀神的風洞 這已經辦了 在我主持之下辦了三次 苗栗營運要去年我第一次辦 而且是我自己辦 因為沒有人願意支持 那因為我跟主人很好 那我自己辦 我倒是把 因為同時事實上是 苗栗、新竹、桃園都要自己辦 自行遊行 好在我這個歐大學了不少 只有辦起來了 別人沒案 怎麼辦的方式 我大概各位繼續講 那各位如果聽成功了 也可以當苗公 我想團隊最重要 你要有組織 各位看我穿這件知道了嗎 紅底白智是不是最容易記住 是不是 我們到哪裡 其實我的團隊 這個團隊 同鄉會是我的團隊 我下面有七、八個團隊 大概一個禮拜三課一次 他們非常的堅強 大概有五、六百人 因為有這些人才有辦法 組織 要組織他們辯識 因為我不穿 我怎麼知道你是誰 五、六百人怎麼嫩 這個一穿起來 是不是很好嫩 是不是這樣 你們看不見很好嫩 其他就是廟宇 廟宇給我們廟宇的服裝 我們有給他統一的服裝 行政團隊基本上是這個 和我們健康的團隊也參加 最近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參與這個活動的時候 辦任何會議的時候 剛開始 大概縣政府都沒有人來 他認定我們會失敗 施工所待來兩個 等一下再繼續 下一個 這就是我們辦的暗龍泄圖 各位可以看 這是一個龍 用一堆的龍 然後上面就插錢幣 這很奇怪 剛才拍的時候 太陽一照下去 那個龍好像會油 很奇怪 在台語來講很奇怪 所以誠意感 有點感動天 下一個 所以我說 古時候老祖宗講的誠意感動天 我真的在這裡靈驗 我在之前推這個的時候 一名廟的大佬全部反對 不要再創新啦 不要去遊行啦 要不然就是不要弄有的沒有 就照現在這樣辦就好了 全部反對 很多啦 但是那個豪宅主委是支持我 但是這個跑出來以後 全部就沒有人講話了 為什麼 神機嘛 神機 所以誠意感動天 不是假的 老祖宗講的話 永遠是對的 剛剛我們看了很多老祖宗的事 知道啦 下一個 這個我在台北辦的時候 我連辦三年三年都出現神機 這很奇怪 好像真的誠意感動天 像不像 一龍一龍 這都不是我做的 自動燒船 照照的 很奇怪 三年我都撞到 下一個 這個是香彎腰 有沒有看到 這香都燒灌 他彎腰 六陽開胎 像這樣 對不起 誠意感動天 老天爺打電話來了 所以三次會 而且很奇怪 如果參加一名廟 每一次前一天 颱風下雨 到當天我們要拜拜 老一輩都跟我講 哎呀 明天一定好天氣 我有時候都很擔心 哇 昨天颱風了 今天怎麼可能 那一天真的 當天都不會下雨 很奇怪 風和陸立 然後要走著 隔一天 下雨 我原來老一輩說 哪要掃乾淨 走了要掃洗乾淨 這每一次都是這樣 很奇怪 那最後一次 我那個 也是我同事 陪我去 我要送神 他說 這次總不會 沒有 情紅旺裡 沒有人 沒有不會下雨 他才剛講完話 一片黑暈 到他的頭上 掉了幾滴眼淚 你知道嗎 好奇怪 掉了幾滴 當天 情紅旁邊都是太陽 結果拿一片黑暈到天 我們的頭頂 掉下來 所以 誠意感動天很奇怪 所以有時候神的靈驗很難讓我們可以有所知 可是不得不信 好 下一個 這個是我們成功了開的記者 我都為了開這個記者 我都籌備了一個多月 暗字佈莊 佈了一個多月 就是因為這個一開成功 哇 這個現實 現政府的人當天要祭拜來的全道 官員全道 現議員全道 民意代表全道 所以自助人助 你要快官方幫忙 是不是可能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全部 真的是把它辦成功了 來 下一個 那我們就看影片 謝謝